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我是你的神 我必兼顾你 我必帮助你 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 今天在神的面前 神透过以赛亚 我们知道以赛亚是神所重用的仆人 我们统称他是一位大仙子 今天称他是大仙子是因为他所说的话语 以先知来看的话 他是最多的 一共说了六十六章 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 神不愿意我们用大小来区分 每一个服侍神的人都是神所重用的 所以神呼召了以赛亚起来侍奉神 神不断的有话告诉他 你去告诉百姓 你去安慰百姓 你去让百姓在神的面前来经历到舍 可是我们却看见当时候的百姓不太愿意 他们遭遇到一些的患难 遭遇到一些的逼迫 所以他们就会急了 说神啊 你难道不看顾我们吗 因此以赛亚告诉他说 神会看顾你们的 神会随时随地来帮助你们 所以在以赛亚书四十一章第十节 神的话语说 你不要害怕 因为我与你同在 这段话语 我们如果用一点白话的方式来讲的话 你不要害怕 因为以马内利 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 也就是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 那神预言他的名字叫做以马内利 所以神说 你不要害怕 因为我与你同在 今天在很多的事情上面 我们去看见 去听到 去经历到 神的保守 神的眷顾 神与我们同在 我记得有一次搭飞机出国 那么忘记了跟航空公司再确认 所以回程的时候 我到机场 他说 你没有确认你的机位 所以你必须排队 等候 我心里想 糟糕了 隔天我必须站在教会的讲台 要讲道 那我怎么办呢 所以我就只好排队 因此我记得那一天一大早 其实我是下午五点多的飞机 我一大早大概是八点九点 我就到了机场 我想要排队嘛 那就要排在头一个 我没有想到到机场 哇 好多的人都要排队 我心里面着急了 怎么办 可是神的话语是告诉我们说 你不要害怕 因为我与你同在 所以我又兴起了另一股希望 在神的面前 我想 神啊 你帮助我 结果最后有三个名字被叫到了 我是其中的一个 所以很快地跑到前面 将护照递给他等等的这些手续 办完了以后 然后我就拼命地跑 哎呀 你知道那个机场是非常的大 我提着我的行李 就拼命地跑到飞机边上 要登机 我坐在飞机上的时候 我才感受到 哇 神啊 你真是帮助我们的神 求主让我们每一个人真正去体会到 不要害怕 因为我与你同在 因为有以马内力的神 他在看顾我们 有以马内力的神 他在扶持我们 所以凡事我们不需要担心害怕 我们在神的面前 我们仰望 我们祷告 我们等候 在神的面前 神有他的时候 神有他的时机 神更有他自己的一切作为 今天我们就是安心地 等在神的面前 他要帮助你在凡事上面 得到答案 要解决一切的难处 第二件事情呢 我们看到说 不要惊慌 因为我是你的神 什么叫做惊慌呢 就是害怕 你知道一个溺水的人 他在水里面 他会去抓 抓他周边的一些的水草什么的 他认为这个可以救我的命 可是当他被救上来 或者是从水里面被拉上来的时候 他的手里面往往就握着这一只草 一只草能救他吗 可能不能 可是神告诉我们说 不要惊慌 你不要担心害怕 不知道该怎么办 为什么 下面有答案 因为我是你的神 因为我是你的神 今天我们所要做的 就是抬头 仰望神 让我们知道神 祂是帮助我们的神 所以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 不单单 不单单不要害怕神 以马内力 更重要的是 我们不要惊慌 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 我们更应该要祷告 仰望神 有一个年轻人 他在求学的过程里面 过得比较苦 过得比较苦 所以他盘算着 我下学期的学费 缴不出去了 因此他 他在求学的学费 他决定要修学一年 去赚一些钱 然后再回来读书 可是神透过圣灵 在他的心里面 不断地告诉他说 你不要这么做 他心里想 好吧 神啊 我就顺服你 所以他就决定 要继续地读书 到了注册的那一天 前面排了很长的队伍 他还祷告神 说神啊 你说你要帮助我 可是帮助的人在哪里呢 他心里想说 可能会有一个人说 来这个钱给你 或者是突然间 有一个耶和华 神的祝福会临到 可是没有啊 一个一个的都注册完了 轮到他的时候 他就愣在这个承办的 这个办事员的面前 办事员问他说 同学 你是哪一年级的 他愣在那里 不知道该讲什么 他心里想 我根本没有钱嘛 我怎么注册呢 这个办事员 有一点不耐烦 他说同学 你告诉我 你是哪一年级的 哪一个班级的 他只好支支吾吾地说 他是某个科系 某年级的同学 这个承办员说 你等一下 打开了抽屉 从里面拿出的一个卷夹 这个承办员说 同学 你还蛮有钱的嘛 你有钱 你为什么不注册 他说我哪有钱啊 但是他说 你看 这边不是你上学期的奖学金 要给你的啊 我通知了你多少次 你为什么都不来临呢 这个同学 在这个时候 他明白 神 原来是告诉我 不要惊慌 因为他是我的神 他是我的神 今天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我们是不是 有这位神 在我们的心里面 很笃定地知道 他会帮助我 我不知道 神会在你生命里面 怎么做这件事情 可是我知道 神是帮助我们的 圣经上说 人到神面前来 必须信有神 你不但要信有神 且信他赏赐 那寻求他的人 所以不要害怕 以马内利 不要惊慌 因为他是我们的神 可是神的话语 还没有说完 我是你的神 我必兼顾你 我必帮助你 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 扶持你 这是一个很宝贵的应许 神要兼顾我们 神要帮助我们 神要扶持我们 兼顾帮助扶持 是我们生命当中 所必须去经历的 有的时候 我们说 我害怕 可是当一个人在你边上 扶持着你的时候 可以给你壮胆 可以给你一种力量 你说 他是帮助我的 可是当他一离开的时候 我们就不知道 我们该做什么了 可是神说 我与你同在 神与我们同在 他要兼顾 他要帮助 他要扶持 是永远永远不离开我们的 今天我们随时随地的 你白天可以寻求他 你深夜也可以寻求他 你在亚洲可以寻求他 你在欧洲也一样可以寻求他 因为神是与我们同在的 你看一个小孩子 遭遇到难处 或者受人家欺负 他一定说我回家去 他回家去干什么 还要告诉爸爸 或者告诉妈妈 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 我们也是这样子 当我们遭遇到一些 撒旦的攻击的时候 心里面难过 我们寻求谁呢 我们是不是寻求神 来帮助我们呢 所以求主 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 是这样的来祝福我们 我们就必须做到 这几件事情 你不要害怕 因为神 祂与我们同在 你不要惊慌 因为祂是我们的神 那接下来 祂要兼顾我们 祂要用公义的右手扶持我们 祂要帮助我们 这是一个自然的 在神的面前 我们就可以体会到 神 祂与我们同在 愿主 是这样的来祝福你 愿以马内力的神 与你同在 愿神 成为你的神 知道 你 不必惊慌 因为我们可以依靠祂 愿神祝福 谢谢你 等会儿 我们下期见 不可以 祂 出品